好,同學接續我們這個題組的題目 OK,來,我們在解一些這些題目之前呢 要先對這個圖要有基本認識 那P波、S波,相信同學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我們就往下看 基本上呢,最核心這個地方 一般同學都不會記錯 這個叫什麼? 這叫內地核 我就寫個核 好,T就屬於內地核 這個T我把它圈起來,內地核 可以嗎? 那你要小心喔 這個S也是地核的部分 因為地核有分內跟外 內地核呢,屬於固態的 外地核是液態 所以外地核的部分呢 S波是穿不過來的 所以同學這個應該會知道 欸,這也是地核啊 這也是地核啊 OK 大部分同學這兩個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再往前一點地方看 再往前一點地方看 應該就是地韓對不對 所以這個R呢,應該就屬於什麼? 是屬於地韓 R就是屬於地韓 行吧 那很多同學就開始戳前面啊 老師那Q是什麼? 他說很多同學說地殼 不對喔 地殼要有概念的同學 地殼的厚度 地殼的厚度 欸其實非常薄 因為海洋地殼是最薄的 大概7公里左右 大陸地殼大概35公里左右 所以整個要硬要算 整個地殼厚度 欸大概是35公里 如果是35公里當他的數據的話 你應該發現 你看這一層深度大概是660公里啊 所以地殼呢 基本上這個圖沒辦法畫出來 太薄了 太薄了 那第二個反應呢 同學老師 欸有的同學發現 就不是地殼啊 不是地殼啊 所以第二個反應是什麼? 欸老師 軟流圈 欸不對喔 軟流圈呢 也沒有那麼深 軟流圈喔 軟流圈的深度 我就寫個軟好不好 軟流圈的深度呢 大概多少 大概100到250公里左右 OK 所以同學在解這題的時候 一些基本的小認識 解題才會比較順利 可以嗎 解題才會比較順利 那 你就會明顯發現 這個Q呢 其實也不是什麼 既不是地殼 也不是軟流圈 那到底是什麼呢 來同學 這也是地寒啊 這也是地寒啊 上部地寒跟下部地寒 會有一個密度的差異 所以導致地震波 在這裡會有一個折射 所以有一個波數的差別對不對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寒呢 地寒跟地寒交界 這個中間 W這個交界面呢 沒有給它特別名稱 因為這個交界面 我們並沒有給它特別名稱 行嗎 所以真正有特別名稱是誰 來同學 是誰 來 首先呢 是在地殼跟地寒交界 這個圖沒辦法顯示嘛 叫末式不連續帶 有的教材是寫末和不連續面 OK 那我們再往下深處看呢 地寒跟地和交界 來首先是這個X X叫什麼 地寒地和交界 叫骨式不連續面 我就寫個骨 可以嗎 骨式不連續面 在往深處的時候 這個Y的地方 屬於內地和外地和交界 這個Y呢 屬於什麼交界 屬於雷式不連續面 我就故意寫個雷 行嗎 所以同學要有一個基本認識喔 這個圖片上面要找到地殼 基本上不太行 因為它這個厚度特別厚 沒有包含到地殼 行嗎 地殼只是在裡面一點點而已 行 所以我們就回去題目看喔 我們就回去題目看喔 同學有需要把這一頁頁頁的重點記下來 那我們就回到題目看來 他問說何者錯誤 同學 記得要選錯的喔 記得要選錯的喔 那我們應該發現這個W什麼都不是 我們沒有給他一個特別的名稱對不對 所以這個W叫墨盒不連續面 不是 因為它並不是地殼跟地函的交界線 所以這題要選的話 只能選誰 選我們的B 這樣同學這題OK嗎 對